博奕倫 今日和周显大師大家講一講經濟話題 就是十月樓市究竟會出現小陽春 這個Terms不是我講的 是我這幾天看很多不同的media 都有一些地產界人士說 十月有可能出現一個小陽春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我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因為可能地產界跟你們沒有那麼熟 很少聯絡地產界的人 我不會特別覺得是聽過有小陽春 但是如果純從common sense來講 是每一次壓一員購買力之後 就是根據傳統智慧 每一次大力壓一員購買力之後 突然間可以看樓的話 就會希望會有一個突然間人流 就是之前不能看樓 所以接著大量的人可以看樓 所以希望看樓的人多了 所以就變成如果一旦開放的話 就會變成買賣多了 但是這次其實所謂的小陽春 有些人講的邏輯就是因為 見到發展商開始很積極推盤 十月有機會推出的新樓盤 我自己心裡數 不要說名字 都可能會有四五個 還有有些都是大盤 你覺得是否發展商看這一刻的樓市 其實開始有苗頭 我想發展商最重要的不是因為這樣 如果之前賣太少賣 現在一定要追回 最重要就是你不夠錢 你不夠錢 所以很多都是上市公司 你今年不夠錢的話 你一定要追回之前賣的 尤其是大的收容機 之類的收容機 不知道現在長實究竟有多少 之類的那些 你這麼多樓盤窄在那裡 你今年不夠錢的話 你推出 你一定要賣這麼多錢 所以變成發展商 本身有收容壓力 因為之前實在的情況實在太差了 但是其實我又想了一件事 雖然我看到有些人說 十月小陽春 不過我自己其實 我內心裏面都在 有少少糾纏就是 是不是 不是的 問題是 如果你問我 我現在的政治社會氣氛 或者疫情之後 大家的經濟壓力 會不會大了 我覺得這個 都很正老 我的想法都 我覺得一定不會比之前好 再加上去年的 一些社會運動之後 香港人究竟是否這麼有信心 再加上 如果你看一些 所謂其他的經濟數字 其實就很難令人會覺得 現在是一個買樓的好時機 因為 譬如你說的移民數字 強積金的 退款的狀況 或者甚至乎是 失業 倒閉潮 商鋪追租 結業 我講的全部都是負面因素 大大不理 是的 為什麼仍然發展商 是覺得 現在 除了你說追溯我 就算你說 社會很差的氣氛 我仍然要生活 也要做生意 這個我明白 但我看到他們開價 其實不是很低 我不會用進不進取這些字眼 不會說他開價消極 但明顯地 我覺得他的開價 都仍然是一個 比較上 我覺得都是幾 沒有跟之前太大的分別 你覺得他們是否真的很有信心 OK了 情況是這樣 樓市 我覺得基本理論 為什麼不是直接在市場上 有些太近市場 我不知道 樓市通常是一個拉利 推利 就是demand supply 有些是利好因素 有些利害因素 永遠都是有利好因素 有利害因素 如果你不把利好因素 和利淡因素 去量化 或者你無法知道 各種狀況 我講利好因素 利好因素 在利息方面 你之前雖然是低息 但問題是 之前低息你覺得會加息 現在低息你覺得不會加息 第二就是 供應率是少 而且永遠都是有一個 香港有一個剛性需求 你累積了這麼多 有一個累積的求買力 兼且未來見到的可見供應都是少的 但短時間 未來可見供應 當然是一個比較長時間的東西 短時間就是現金抽走 但中期的話 未必一定是這麼淡 但這件事一定要量化分析 你不計算數字 這件事可以加多少 那件事可以減多少 你沒有辦法量化分析是不知道的 但我只是說 永遠都是有一些利好的因素 利淡因素 如果無論是沽貨 即是實際的操作方法 沽貨問題就是 只有一種人可否砍架 就是雙人只有一托樓 你手上有很多樓的時候 你砍架你即是搞到自己 除非他自己覺得看自己很大 否則我三托樓和一托樓 但現在你說發展商 你現在說發展商 可以嗎 所以你砍架 你應該看民間砍架 第二 所以現在發展商 有些 第一個玩砍架 你應該看詳實 那個方向 因為詳實是最終砍架 我就想說 這件事 其實我剛才 我就不是陷害你 只不過我等你講到這一部分 我經常會覺得 很多人都 第一 就覺得詳實 看樓價的前景 是比其他發展商 有些人就說 是比較看得準的 譬如他減價會減得快 或者加價會先加 但是我又會想就是 發展商 這個對於樓價的敏感度 是不是真的比市場 比二手市場快的呢 那個觸覺 我覺得未必是 反過來講 其實只不過他們多貨 所以他一砍架的話 對市場的反應 就比較大的 其實會不會大家 有一個迷思 就是經常以為發展商 就知道先機 他們起碼說 他們的資源 或者資源 比較多的資源 所以他們對樓價的研究 就比較先進 但我覺得這個 是不是其實是假象 OK 這個問題 有一個重大謬誤的缺點 首先提出來 有一個問問 你一聽就知道 發展商和李嘉誠是不同的 李嘉誠當然是你 不用問了 這個 不需要問 所以你首先發展商 撇開李嘉誠這個人 是其他發展商 哇 你真的 你拆得太厲害了吧 這個是一個事實 你說發展商 是不是比你們聰明 我不敢包 但李嘉誠肯定是聰明了所有人 所以OK 你不要 我不是打算 我不是打算 把這個話題 給你這樣 踢下去用的 但你真的講 是詳實的問題 發展商和李嘉誠是不同的 如果撇開李嘉誠 這個人的時候 你肯定要分開來講 我就不跟你爭 但我先回到我的套路 總之 你覺得 這個拿著大量供應的人 我不用發展商的名字 拿著大量供應的人 是不是真的比一般的小業主 體樓價賺得厲害 這個問題 就是基金是否被散戶賺得厲害 你個別散戶來說 如果你這個邏輯 我告訴你 就應該散戶厲害 因為很多不同的測試都做過 基金經理 其實是否中的機會 其實是不給散戶 這樣說 如果通常基金比散戶更厲害 但是個別散戶當然比基金 就是最厲害的散戶 如果你樓價也是這樣說 他通常 因為大部份樓的人 他會掌握資訊比較多 所以他通常都會比散戶更厲害 而基金通常 他很大程度上的虧携 是因為登入負納太重 你如果散戶是不用本的 基金是要本的 你扣除成本之後 就變成了你那個 那樣東西最好能 survive 發展商通常 他們會掌握資訊比較多 因為散戶說 如果你是一個散戶 你是一個全職的散戶 和兼職的散戶是不一樣的 你如果有一些全職的散戶 譬如陳清白那些人 他本身在市場上 他可能觸覺會比較好 但大部份都是你自己的工作 那些狀況是不一樣的 即是如果你是一個基金經理 和一個他全職 每天用10個小時去研究股票的人 和每天看報紙去做股票的人 是不一樣的 但你覺得現在香港還有 所謂的炒家這件事嗎 香港其實是沒有炒家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以前你說未有 防止炒樓的措施之前 可能真的還有些炒家 因為當時還可以確認 還可以未完成交易之前 就去轉讓 但現在這麼多規矩 其實那些炒家我覺得都 其實現在炒家 是只有一些政治人物 而且完全不懂 騙普通人才會炒家 或者真正做樓的人 是不會講炒家 是呀 其實炒家這個 term 是不是應該已經消失了 現在這個是一個叫做投資者 是 投資者 即是說一些長期的投資者 這種人是還有的 即是買回來 買回來 因為稅太貴 一個稅太貴 你沒有辦法能夠做到 你沒有投資 你只是公司又不是 所以就變成了好 但仍然會有一些個別的投資者 比如說可能你買賣是公司名賣賣 或者你自己沒有的 可能你自己一路一路轉轉 或者可能有些麥名師 自己出來 出來他自己有 家裡一家人都沒有樓 那你就出來買了 再賣出去 馬上放出去 那些是有的 但大規模的炒家就會很少 另外 其實我們這次 我還想討論一件事 就是什麽呢 發展商 我們說 剛才他們可能一些 做研究的資源比較多 但是你會不會 或者我和你之間 大家 我們在市場上都可以聊聊 你有沒有感覺 就是香港做財資界的人士 或者做地產的人 他們的政治敏感觸覺其實相對低 所以對於政治的一些事態發展 他們不是很掌握 而這個可能就不是他們的本行 一些比較擅長的研究的事情 所以如果譬如 面對這一兩年的社會事件 或者疫情 這些製造了一些政治反響的時候 他們那個拿捏未來經濟發展 就比較和以前純粹看政府的那個 那個措施或者樓市的一些不同的規矩 他們現在是否比較難觸摸 這樣說 香港不只是發展商做地產 是所有人的政治的知識都很低 我不知道為什麽 那些人對於政治知識的水平低得很厲害 因為主要是對於中國國內的知識 通常都很低 尤其是我見到有錢人 每天都群著中聯辦 其實他們都完全不知道中國在搞什麽 都是聽回來全部都是用耳朵 那些政治評論員也都不太知道 也都完全對於一些基本的常識 都是完全不懂的 都可以做政治評論員 最主要中國內部的一些基本的常識 他們怎樣有一個決策機構的常識 是很低的 不知道為什麽這麽低 我舉個例子 即是說西環治港的名字已經說不通 即是我們經常說西環治港 中聯辦治港 那樣東西一說出來 即是大家經常說 即是你說北京治港就是可以的 就是的 西環中聯辦是 不是那麽高格調的機構 你不會拿來治港的 北京直接治港就有可能 但現在還要說中聯辦治港 就是西環 所以那樣東西本身的水平是很低 所以你如果說是政治判斷 判斷不了 是整個香港的現象 不只是地產發展的現象 即是說我們的自富自囊的發展不足路 是嗎 全部人都是 所以你現在做一件事的時候 大家做國安法做什麽 大家都完全做些事是預料不到的 你會發現香港對於中國的情況的預料 它的預測能力是很低的 那麽久以來 所以不是地產發展商的問題 但地產發展商 因為如果地產發展商 你只需要拿著幾個基本因素就可以了 而政治基本因素 在他們來說是分略的 是分略的 為什麽呢 因為那麽多年來你在1981年 1967年 你一看政治因素 如果你一看政治因素你就輸了 所以這麽多年來 或者1997年的時候 你一看政治因素的時候 你已經輸了 你估不到的 所以這麽多年來 你如果一個政治敏感的人 很多時候你會輸了 即是1981年的時候 我很記得就是那個渣癲 所以那個藍和 因為戴卓爾夫人 即是英國政府 保證給他們聽 跟英國以治權換主權 以主權換治權一定可以 所以他就去買那個 那麽多年來 結果他就輸了 然後呢 然後呢 他整個事情 整個事情就是 到了之後 他因為中國收回香港 他就撤資 結果兩道都輸了 所以他們的政治已經很敏感 有最近的內線 但都輸 你說實在太遠了 不如這樣吧 因為這一節時間就差不多 我最後補白多一句 其實我想香港一般平民百姓 他們收的風就未必一定這麼積極 或者這麼多 但是香港又有一班人專門靠說自己有風 然後去那些富豪身邊 希望集資 賺錢等等 其實有部份很慘地 最後騙不到什麼 變成最初打算搞什麼大茶飯大生意 最後不單止騙不到人 連自己都被人騙了 最後搞到自己都一身危 不過這些話題其實我們往後可以繼續講 有無數 我和你都認識一點 不過這個世界永遠就是這樣 大家以為自己很清楚世界的時候 其實正如周顯所說 真的要踏實地看多些書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了解別人的結構 架構 以及看幾十年前的歷史 雖然歷史不會重演 但是也有差別的價值 下一節再談 好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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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幾個